国家主席习近平22号下午在中南海营台会见来京述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听取她对香港当前形势和特别行政区政府工作情况的汇报 习近平指出 一年来香港由乱倒置的局面不断巩固 局势不断向好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成效明显 经济逐步复苏 社会保持安定 林郑月娥行政长官 领导特别行政区政府 依照全国人大有关决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立法 对香港选举制度做出系统性修改完善 成功举办选举委员会选举和立法会选举 推动符合香港实际的民主发展 迈出坚实步伐 坚决执行香港国安法 依法止暴制乱 拨乱反正 维护法治的权威和尊严 采取积极措施 推动特别行政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全面深化 同内地交流合作 中央对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 习近平指出 几天前香港举行了第七届立法会选举 在新选举制度下 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委员会选举和第七届立法会选举先后举行都取得了成功 广大香港同胞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得到体现 爱国者治港原则得到落实 社会各阶层各界别广泛均衡参与的政治格局得到确立 实践证明 新选举制度符合一国两制原则 符合香港实际 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援 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提供了制度支撑 是一套好制度 习近平强调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党的19届六中全会 做出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一国两制作为重要内容写入其中 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多年不平凡的历程充分证明 实行一国两制 有利于维护国家根本利益 有利于维护香港根本利益 有利于维护广大香港同胞根本利益 中央将继续坚定不移 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我们坚信 随着实践不断深入和制度体系不断完善 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将进一步彰显 广大香港同胞一定能弘扬爱国爱港的光荣传统 同全国各族人民携手并肩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奋斗 韩正 丁薛祥 郭生坤 尤全 王毅 夏宝龙等参加会见 对不起 郭生坤 尤全 王毅 夏宝龙等参加会见 对不起 郭生坤 尤全 王毅 夏宝龙等参加会见 对不起 郭生坤 尤全 王毅 夏宝龙等参加会见